最适合普通玩家的枪你知道吗 普通玩家和大神不同 大神能驾驭各种高难度的枪 而普通玩家的压枪水平一般 今天来聊聊最适合普通玩家的三把枪 它虽然秒伤超低 却能胜过空头枪 1.SKA SKA是一把非常全能中庸的步枪 先说优点吧 万弹极快 装的弹架后只需要1.6秒 而且子弹出速超快 有810.81米每秒 最关键是稳定性极高 裸枪都很好控制 满配更是不用说 秒伤虽然称不上高 但也是足够用了 有417.6 注意应对各种情况 普通玩家用它非常合适 2.DP28 DP28它的秒伤虽然没有MG3那么高 但也绝对不弱 有438.98 只比M249和PKM少7点和20点 但它用低一点的秒伤 换来了超低的后座力 用DP28非常好压枪 普通玩家用它没有一点压力 3.MK20H MK20H的秒伤实在是太低了 只有可怜的221.13 比除了信号枪外的所有手枪都低 但秒伤低可不意味着它弱 MK20H是打远战的 射速慢无所谓 关键是要稳定和伤害高 刚好这两点MK20H都有 稳定性非常高 伤害有63点 用它即使是面对空头枪都不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越来越冲惹,到了